停火协议刚生效 边境就再次响起响声 三名印度警察转眼就被打死 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迪会重新对巴基斯坦开战吗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响情 前几日 印巴双方宣布在边境地区停火 近20年来首次此类举动 让外界均认为两国是朝着缓解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 可没想到 停火协议刚生效 边境就再次响起响声 这次印度损失惨重 三名印度警察转眼就被打死 发生了什么 据悉 在克什米尔的斯利纳加市的一个警察局附近 一群不明身份的人 突然对警察局内进行猛烈扫射 随后以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 根本没有给当地警察任何反应的机会 而一枪战爆发的时分突然 导致印度两名警察死亡 与此同时 几乎在同一时间 印度边境的某一地区也爆发枪战 造成一名警察死亡 传言 印度军方针对此事件明确表示 绝不姑息任何力量蓄意挑衅 印度方面将会开启新一轮的报复 事实上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遭遇袭击 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在过去几年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中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经常遇到不明袭击 尤其是该地区的武装人员向来都非常活跃 紧袭击警察局的事件就已经不下百例 近于目前 印巴之间的停火协议 巴基斯坦嫌疑虽说并不大 但不排除这些武装分子的钦巴立场 面对这样的情况 莫迪会重新对巴基斯坦开战吗 有一说一 印度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 都比巴基斯坦要多 真要是开战印度 确实有可能占据上风 但前提是会不会开战 就目前来说 印巴西一轮的冲突是否见在悬上 还不能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相比印度军方的怒气 尽管莫迪暂时未对此事进行任何的说明 但莫迪很可能会选择忍气吞声 数据显示 印度国内新冠确诊病例 已经高达了上千万 还从国内多个地区检测出 至少240种新冠病毒的变异新毒树 这种新毒株的传染性更高 危险性也更大 印度的新冠疫苗 在这些新毒株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哪怕接种了疫苗 都很可能会再次被感染上 多种新毒株在印度国内大肆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经济大幅度下滑 伴随着农民企业活动的继续 莫迪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管其他的 现在的印度 倘若再不制定出 一个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案 要不了多久 整个印度国内都会变成病毒的温床 届时 就算有再有效的防控疫情的方案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国内都这样了 莫迪再有怒气 想必也会顾现大局 以解决国内危机为主 当然 这也只是猜测 对于印度这样疫情不定的国家 很难预测到该国下一步会干什么 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 为了增强战备 在本月的1号和9号这9天内 岛内准备在东沙岛附近海域 进行今年第一季的炮击海战 演习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 演练范围将从东沙岛向外海延伸八海里 最大射击高度约3657米 届时 可能参加演练的武器 有40毫米口径的榴弹枪和120毫米或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在岛内传出了要演习的消息后 再加上近日菠萝事件的影响 让不少中国网友热议称 岛内这是不是想准备演练吃菠萝 不然普通人怎么能一天吃18公斤的菠萝 事实当然不会是因为这个 岛内现在之所以会选择开始在东沙演练抗登陆演习 除了解放军动作频繁之外 与美国政策的转变也离不开关系 在台海问题上 美国内部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 部分人士认为因放松过度干预 反而会像美智库警告的那样 反而加快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因为如果岛内真敢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 开始与大陆反目的话 大陆必然不会再惯着了 采取一些行动那是肯定的 禁止波罗进口就是一个杀鸡紧头的信号 美国人不介入还好 一旦介入 那就给解放军武力统一的最好的理由 不过有正方那自然也会有反方 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应该在台海部署新型巡航导弹 而这些导弹一旦部署在台海 就等于给大陆沿海城市带去了更多的威胁 同时还能进一步提高美国在台海的影响力 虽然美国内部对台海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 但无论如何 非肯定的是美国人现在并没有直接进入台海纷争的意思 那么没有美军直接参与的话 对岸能抵挡解放军吗 分析认为不谈其他只谈武力的话 在国防工业历经图持20多年后 解放军早已具备军事手段完成统一大业的能力 即使是美军派兵干涉也将是自取其辱 当下解放军最大的王牌就是以东风系列为首的中程弹道导弹 一旦发起攻击 别说对岸了 美军也得隐恨收场 这一点岛内专家其实也非常清楚 国立中正大学的国际学教授杨明就在一档节目中指出 岛内现在应该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即使是有美军支持 面对解放军 岛内也不可能赢的 据美媒国防新闻报道 近日美英台司令部向国会提出一个新的报告 报告称解放军近年来军力发展很快 并且在弹道导弹与反舰导弹方面 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优势 而在说完老生长探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后 印太司令部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希望国会在额外拨款270亿美元 用于维持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优势 绕了一圈 美军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要钱 美军极不可耐地借着中国来涨军费 但别忘了 美军的军费本就远远高于中国 中国军费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块钱花 美国军费要是少一点空架子与浪费 200亿还是可以省出来的 而且27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 270亿美元的军费可以稳定排进前15名 超过全球90%以上的国家 与澳大利亚全年的军费相当 而美国海军目前最贵的一艘航航母福特号 造价高达130亿美元 美英太司令部狮子大开口 是要再建两艘福特航母 英太司令部说了 这270亿美元用于在亚太地区 建立新的陆基长城武器系统 应对中国的弹道导弹 当然 实际上这笔钱 是不是真的用来建导弹系统还很难说 近年来 美军每一次涨军费 基本都与中国有关 美军频频是自大开口说明了啥 我们常说一句话 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 实际上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 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在不断减少 无论是解决台海问题 还是南海问题 动用武力从来都不会是我们的首选 我们更多是运用经济与外交手段 来解决问题 而美国真正害怕的 也不是中国武力的增长 而是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 一套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市场体系正在建立 这才是对美国的大杀气 要说美国精英们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比起中国导弹 他们可能忌惮中国制造 但是中国的崛起 让西方倍感无可奈何 因此我们看到 美国人持续宣传中国的武力威胁 持续增加经费 无非就是打着名义展示军力来绑架全球 一方面美军与军火商们借着军费赚了盆满钵满 一方面强大的军力继续威胁全球 另一方面让美国群众认为 美国的危机与自身无关 都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威胁 这样一来皆大欢喜又何不可 借助让子弹飞中的一句电影台词 我没胆量缴费 但是以缴费的名义揽财的胆子还是有的 而且很大 放在美军身上那就是 没胆子打中国 借中国敛财胆子很大 毕竟美军还打算在很长时间里 都要借中国来帮自己要钱呢